继续开会 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认为高雄 就财政面 就经济面来看 它不是一个宜居的城市 市长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高雄也不是一个宜居的城市 我们来看一下 2017年 市长有发布新闻稿说 高雄生态交通盛典要在 高雄市的哈妈新来举办 好 那么什么叫做高雄生态交通盛典呢 根据你们的新闻稿 所说明的是说 古山哈妈新的社区 要规划为期一个月的 生态交通示范区 并且引进低碳的运输工具 除了低碳运具以外 居民现有的汽机车 都不能开回家 只能停在管制区外 好 那么我们在这边啊 想要来请市长 我不知道其他的局长们 怎么跟你做这个事件的说明 当地的居民非常的不能接受 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想高雄市民 哈妈新居民 一定是乐于高雄市举办国际警的活动 但是不能够因为举办活动 侵害了影响了我们哈妈新居民的权益 那么市长我想先问你哦 还是你要让交通局长先帮你回答 第一个管制期间是多久 市府预估要编多少的经费 那么是什么时候决定要办这项活动的 来交通局长简单答复 请局长回答 针对数字回答就好 谢谢市长 谢谢议长 还有谢谢陈议员的关心 生态交通这是一个进步的关联 还有改善的方向 那我们这一次当然高雄市有机会 管制期间多久 是不是先简单针对问题回答 市长本期真的是要再次呼吁 各位局处首长们 你们在回答的时候 你们是要帮市长解决问题 不需要叫你们回答模糊的答案 希望你们针对你们了解的具体的数字 告诉我们高雄市民 你们是要帮市长去解决问题的 生态交通这个 第一个管制期间多久 它的实施期间我们目前 是定在2017年的10月一个月 一个月的期间 那么市府预估编了多少的经费 目前我们有编 因为要筹办相关的国际会议 还有相关的展览活动 所以我们在105年 市议会有通过我们交通局 编了一个1750万左右的预算 今年你们预估编多少呢 今年我们还在规划当中 那整个我们希望生态交通 它是把哈马兴社区做一个社区重新改造跟建设的机会 所以它不是只是交通的面向 我想居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交通的面向 针对于你什么时候是决定要办这项活动的 是什么时候决定的呢 这个部分生态交通它是2013年在水源是世界第一次 2015年每两年它会有一个申办的城市 那大概在20... 高雄市什么时候决定要举办这样的活动 是在去年 去年刚好我们这边有市长也有容认 这个整个世界生态 生态交通城市联盟的主席 那我们也配合 你说去年的时候吗 去年是104年的时候市政府决定的 是的 好104年市政府决定 那什么时候是决定要在哈马兴办呢 你们内部什么时候决定的呢 选择的应该先这样讲 举办生态庆典的活动 这是去年决定 那当然我们必须要在高雄市里面 选择合适的 所以什么时候决定哈马兴 在去年一并决定 去年几月份决定的 应该差不多在 市长接任这个主席 大概也是在9月左右 市长是几月接任主席的 他是从2017 从今年起开始正式接任 今年起正式接任 但你们去年就决定要在哈马兴办了 这个是 接任主席他必须要 经过一个争取嘛 那所以 所以局长 他是有任期制的 市长您也听一下 就是说 现在你们自己都说 你们内部在去年就决定要办了 没有告诉市民 哈马兴的居民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民意代表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 是市政府你们自己内部会议就做的决定 有没有纳入居民的声音 没有 来局长你先请坐 其实这个过程 市长你先请坐 市长 本席在这边特别要让您听听看 因为 我们说高雄是要办国际型的活动 大家乐见其成 但是不要去侵害当地居民 他原本的生活模式 还有他的一些基本的权利 那么当如果说当地的居民反弹声浪非常大的时候 我们认为这样的声音也有需要让我们的市长来听到 来我们播一下 这个在说明会的现场几位民众他们的心声 我们让市长听一下 那一场就已经所有居民都不认同了 但是新闻居民爆出来说我们居民高度认同 是这样的吗 你是政府压害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自由 这个应该是维坏的 他们是维坏的 他们是维坏的 他们都维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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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市长 这是在说明会上 居民的怒吼 居民的心声 希望市长你能够听见 居民现在最担心的是 当高雄市政府自己内部的会议决定 没有让高雄市民知道 没有让哈马新的居民知道 没有跟我们议员们做充分的说明 沟通都没有 就是只有凭我们市政府自己内部的会议 然后就决定说要办 把哈马新列为生态的示范区 那么列这个生态示范区以后 居民担心什么呢 在高雄市回家 回到哈马新 是不是变成他们最遥远的距离 因为哈马新居民的车子 都必须要停在管制区外的停车场 他们要怎么回家 要等接驳车 或是走路才能回家 生活在高雄市 就因为市政府自己内部会议决定 说要把他们列为示范区 哈马新的居民的出入 车子的出入 就因此被限制 没有自由 市长 我们的海报特别提醒了 市长要重视这个问题 不要让回家 不要让高雄市民 在高雄 要回家 变成一个世上最遥远的距离 所以市长 针对我们哈马新这个示范区 严考会主委提出的说明呢 他说这个是一个叫做 参与式的预算 好 那什么叫做参与式的预算呢 他们说 这个是一个在资讯公开透明的条件下 鼓励市民由下而上 汇集意见 讨论政策细节提案 所以如果照市政府 你们公布在新 那个网站上面 公布的新闻稿上面 你们告诉我们高雄市民说 我们现在高雄市政府 要推行哈马新的示范区 我们透过的是叫做参与式预算 结果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怎么样 参与式预算 研考会主委 我想这个应该都还没有一个结论出来 哈马新的居民的声音你们还没有纳入 但是我们听到刚才交通局长是说什么 在去年你们就内部会议就决定要做了 你们完全忽略了居民的心声 所以当市长 你本来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参与式的预算 是一个由下而上居民行程的共识要做的 但是本期现在要告诉市长 不是的 居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要把哈马新列为示范区 你们要管制他的车辆 不让他们把车子开回他们自己的家 高雄市政府要让哈马新居民 回家变成最遥远的距离 所以市长 待会要本期这边要具体建议你 哈马新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生态交通 到底是公民参与 还是你们是先画把再射箭 市长 你们的相关的局处 是不是有欺瞒你 隐瞒正确的讯息 所以本期刚刚已经有把哈马新居民的声音 让你听到了 参与式预算 只是口号吗 你2015年市长宣布 哈马新要举办 2017生态交通盛典 2016年 今年5月才举办地方说明会 那么这样居民要如何来参与决策呢 你在一年前就已经答应外国人了 先展才要告诉哈马新的居民啊 所以本期这边建议 要求市长必须落实参与式的预算 你必须去听取居民的心声 现在哈马新居民 大家反弹声浪大 市政府应该要尽速修正 现在你们公布的这样一个计划 你们对哈马新居民宣布的这个计划 说车子除了低碳运聚只能进去以外 其他的车辆都不能进去 这个政策居民非常的担心 所以请市长针对这个政策的部分 请你要修正 至于其他的针对生态交通 其他的跟交通无关的相关的建设或政策 我想居民会乐于配合 但是针对交通 市长请你做出具体承诺 我们应该重新检讨是否可以做到 来市长请答复 市长请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陈议员 全球生态交通庆典 第一 曾经今年是第三 明年是第三届 两年半一次 曾经在 亦翰临时堡 还有韩国的水沿市 是很多国家 为了生态环保 永续的一个发展 在各个国家的城市 在做一些争取 那这个争取 我想我们都认为 它的重点必须在公民参与之下 大家社区整体的欢喜改造 那我现在要跟陈一言说明 生态交通的庆典 不是无车业 不是 他是有很多丰富的内涵 如果简单被认为这样 哈马仙 哈马仙 市长 刚刚本席有特别强调 针对于生态 交通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盛点 其他的部分 居民 我想他们大家都乐于配合 乐见 但是针对于无车的部分 我们希望去做检讨 没有无车的部分 他是有多种交通的印具 市长这个部分请你要去做检讨 因为当地居民对于他们自己的车没办法开回家 必须去等接驳车或者是必须还要再去用电动车低碳运具这个部分 希望你检讨 针对这个部分去做检讨可不可以 生活品质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市长啊 那高雄市政府 谢谢 感谢你的解释你请坐啦 你先请坐啦 我想我们可以体会到市长的用心啦 把一个做生态庆典 来我们台湾做一个示范也好 还是说一个交友也好这都是好事啦 但是市长他刚才我们陈议员 站在这个 哈马仙的角度在看 市长请你认真听一下 这是哪门子的公民参与 这是由上而下 确确实实由上而下 没有由下而上 哈市长 你这么良善的美意 你再走到国外去同签这个东西回来 结果你的幕僚的执行居然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我们在监督上面 也帮你市长教区啊 本来有说蔡英文中东 到底有答应美国人 美国人要进来吗 昨天又转弯了 昨天又改口了 但是生态交通局长 我们市长 我们全力支持 但是这一种 不是落实的公民参与 我们希望 我们在这里 我们呼应陈议员 整个哈马仙的地区 百姓的沟通 要继续加强 他们可能不了解 无车日的定义在哪里 这个是我们市府的责任 所以 市长 市长 你用心良好 但是我 希望你的局長 都给你 齐步向前走 不是停在过去的旧思维 我高通局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市长我希望你这点你要注意 在这里 整个高通啊 我也要把市长报告 我也个人认为说 高通的高雄市 好像不是很宜居 高雄市的高通 如果本身 每天出门 出出的 你在路上走来走去 我也觉得高雄市的交通 高雄市不是一个宜居城市啊 市长 我这个 刚刚我在很想问一下我们交通局长 这个 陈局长我请教你 你觉得 高雄市的高通有好吗 你觉得高雄市的高通 你自己打分数几分 请局长回答 好 谢谢主席 谢谢黄议员的关心 你自己打几分 对 我想 应该可以有及格的分数 有60分 对 我们还需要积极的努力改善 你要继续改善喔 是的 这是 心态是好的 但是高雄市的高通有60分而已齁 我觉得你要自寝下台 高雄市是一个277万的 一个多费蝦漆 每天在高雄市 經過大台车 小台车 有的不的交通 都是 我们交通局 是一个最大的控制中心 你说你哪有60分而已 我们会 颜与预计 那我们的施政 满意度方面 在交通部分 大概 达到有78分 到快到80分 我给你100分也可以啊 几分 局长你先请坐 如果 今天跟你说齁 高雄市的高通 如果局长说60分啊 我是觉得这个答案还算诚实啊 那局长我请教你 我们去年 我们去年度 104年度 高雄市发生的车祸案件 有几件 案件数就好 你说 好 谢谢主席 谢谢黄议员齁 我们案件 在算的话 是有包含A1到A4 A1 A2 A3 加起来一共几件 八万一千多件 八万一千多件 那103年一共几件 103年的总数 大概是 七万八千一百多件 七万八千多件 所以等103年到104年 高雄市的高通 再加三千驚车好了 市長你有听到啦 那局长102年高雄市的交通 车祸数有几件 102年吗 102年 大概在七万零五百多件 七万件啦齁 所以也比103年 又多了八千多件 比104年多了一万一千多件 我最后再问你 101年 高雄市的交通 101年大概六万五千四百多件 六万五千四百多件 六万五千四百多件 來你请坐齁 局長 市長剛剛所理 你不知道有注意聽不來齁 但是本市 給你看 100年到104年 是我們高雄市 請坐齁 中手啊 市長啊 高雄市如果是一個 政府的社區 一個宜居的城市 你讓我們的八千 有行的安全 行的便利 結果我們高雄市的請坐齁 對100年到10000四年 這樣 在地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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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市長我剛才在說 局長說齁 我們高雄市的交通 它打六十分齁 我說 我說這份是 家中肯啦齁 但是你說到家中肯 是誰受傷害啊 是高雄市民受傷害啊 高雄市民 有一個行的安全 但沒有 每天出門就在要請好 從10000一年到10000四年 全家要到兩萬幾乘的請好 按手 市長啊 這不是說請好手而已 那陳局長 我們去年一百零四年 高雄市因為請好 翁先生的高雄市民 您手有幾個 來 局長你說 局長回答 謝謝 多少人就好了 是 A1事件 就是說二十四小時 二十四小時內 車禍過世的 一百空四年是一百七十五人 一百多少 一百七十五人 一百七十五個 是 是不是六都最高 最對六都當然是 我們目前比較遠 第二名的是哪一個城市 第二名 應該 我所了解 應該是 大概是 台南市 台南市 幾個 我了解 大概是 大概 五十幾個 你還要嗎 你請坐 局長你手中沒資料 我知道 市長啊 六都裡面 高雄市 當年 我們因為請好 翁先生 都超過一百七十二百 二百過 大家都是你的主民 市長啊 這樣因為請好 翁先生 對每一個家庭的傷害 對高雄市經濟的發展 都是很大的一個創傷 但是我們 丹局長 又包括過去那個 翁局長 現在在高雄 沒有做副部長啊 在我們高雄市的高雄 我們一家都一籌莫展 是不是啊 高雄市的特色有什麼 簡單說 高雄市市長 你知道我們是一個 六港的什麼市 歐洲賣 坐 是不是 歐洲賣 很多 但是歐洲賣的管理 歐洲賣的 立高雄市政府 到底我們有用心在做嗎 來我請教我們丹局長 高雄局長 跟摩托車交通特性研究 或者是配套 今年是一百零五年 一百零四年 我們編了多少預算在做 多少預算 一百零四年嗎 對 我向議員報告 多少錢 哪一個預算你說出來 因為高通的這個 這個 安全的降低齁 我們是整個是 各個面向啊 我們一般是 包含在 所謂的工程 執法 跟教育 還有公共運輸的推動 所以 你說要單獨就 這個機車 那你覺得機車的 這個運據在高雄市 需不需要好好的被研究探討 需不需要 需要嗎 最近 高通部 日四月 發表一個機車管理的交通安全白皮書 所以很重要嗎 他也跟我們各個縣市政府 都有 進行個案的研究 所以也擬定了一些相關的策略 這是交通部嘛 是的 所以我再回來問你局長 去年一百零四年 高雄市交通局編列預算 根據機車的管理政策 以及甚至要怎麼保護機車集市 我們做了多少預算的編列 你說 剛才跟議員報告過了齁 就是預算的部分 沒有辦法說單獨 針對機車單一車 比如說我們對於 依照市路口的改善 每一年我們都針對 有25個依照市路口的改善 那剛才議員有提過了 我們的車種裡面 機車是相當大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針對機車容易造勢的 這種樣貌 做了工程上面的改善 當然我們也希望透過教育或是宣導 這方面能夠呼籲我們的聽眾 政府要做的 當然在各方面我們都要努力的做 但是市民朋友我們也呼籲 重視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彼此共同來促進交通安全的達成 我想這個部分有賴我們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局長你請坐 市長我在這裡幫你報告 我翻遍了我們的預算書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對我們的機車的管理 機車的發展 沒有任何的計畫 從來沒有編列過預算 只有在去年 我們幾位議員才要求 在一個一百萬的預算裡面 至少要納入機車的特性的研究 市長 高雄市根據交通部的統計 百分之八十二的市民出門都是騎摩托車 高雄保護手機 高雄市每一百的人 有七十五台的歐巴 但是我們的交通局 這幾檔來 對我們 機車技術 機車 這個 它的 保護 或是它的管理 我跟他說 影響到我們 高雄市的高通 很大很大 但是 我們的看法是 我們對高通 這個部門 一籌莫展 市長 我們去年剛才 局長在說 說一百七十幾個 因為請好翁星 局長 這一百七十五個 多少是機車騎士 局長你有沒有數字 謝謝黃議員 應該差不多 跟機車有關的 大概一百六十幾件 一百六十幾件 來你請坐 市長 一百七十五個 死亡車會有 一百六十幾件是機車 你們認為我們做得到 有好 我們對機車的管理 有好 我們對機車 騎機車的人 有好好的保護 所以市長 行的安全 我在小孩 就聽行的安全 現在也是要行的安全 你們高雄市 有行的安全 所以不 認為 我們是一個 宜居 城市 我覺得我們的高通 很亂 在這裡我還要跟大家 坐在在座的局處長說 你們處理都是人 給你開車 這邊有沒有人 上班是自己開車的 沒有司機的請舉手 沒有 我們的局處所長 都是有司機的 你沒有辦法感受到 高雄市現在的交通 是何年要亂 但是市長 這幾年以來 對我們中央的主委 我們地方的努力 我們要有很多公車路線 我們要有很多輕軌 很多車 很多車子在下來 是怎樣 我們高雄市的車好 所容 在一百空一年的六萬幾乘 起到去年八萬幾乘 這種行動是 沒有公車延的市長 這種行動是 看我們高雄的交通 看衰去 我們都是宜居城市 所以市長 我在這裡我希望市長 你齁 對我們高雄市的交通 雖然 它不是一個很平衡的 建設 但是我希望市長 你在議會這裡 在我們這些議員頭前 可以好好地下延 整頓高雄市的交通 保護我們 騎乘客人的安全 市長 你可不可以簡單 讓我們一個行動 市長 簡單解放一下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 高雄市 你可不可以簡單 我要向黃議員 跟其他三位議員報告 高雄市的交通滿意度 多到百分之七十幾 高雄市民 對高雄市交通局 有很多智慧 一個所有我們的號制 各方面 歷任的交通局長 現任的交通局 陳局長 都是非常的專業優秀 這個部分 質疑說我覺得市民 對我們交通局 在問一遍 市政府所做的 這款的民調 都是對交通局 高度堅定 但是 交通 我今天 剛才黃議員 所提出這個所需 市政府 其實很要檢討 要檢討 你是A1 A2到A3 這個部分有很多 但是我們高雄市政府的 重點是在A1 有多少死亡的人數 保障市民的安全 我們從過去 是251人到去年是降到 175人 降低百分之三十 當然 這樣又是沒辦法 任何一個人 因為交通 謝謝你 我要說的意思是說 交通的部分是 我們所有交通專業上 去應該到 我想市長 你的百分 滿意度有百分之七十 我想 究竟一個問題 是你們市府自己做的 還是 中央做的 不是 我們市政府 在每一次 雜誌 在天下雜誌也做過 好 市長您請坐 市長您請坐 謝謝 我想百分之七十的滿意度 實在值得我們來質疑 你說 移居城市 高通這麼年來亂 A1其實 三位數很恐怖 很恐怖 代表著三 三位數的一個家庭 一百多個家庭 那再來 剛剛是還有一個亂象 你去看 你們所有在座的每一位 都沒有自己開車 所以你們自己沒有發現 我們剛才 所有的高通的 地板上所有的交通路線 那個網狀 那個指引線 是對於機車主是非常不利的 連汽車主都不利 我想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也要拜託 也不是拜託 要市長啊 您是不是 再去虛心的一個去檢討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七十的一個滿意度 真的是 就是 我們自己檢討看看喔 交通的問題在哪裡喔 所以 我說喔 這個交通的問題喔 給高雄市喔 不怎麼移居啊 不過 我感覺喔 我感覺有一個地方 是移居城市 移居城市 移居城市 不是剛才喔 不是對高雄市民 是對於我們的網 非常移居城市 我們高雄市喔 這十年來喔 這十年來 這十年來 我們對於東高雄市 有幾個死亡案例 還有幾例的發生數 請局長回答 好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 報告議員 因為所存的資料 你不出來了 我跟你說 95年的時候 有 有 942例 多少死亡人數 你也不知道 來 你實在是不認真啦 本市 賣的總之順之前 我就跟你說了 在業務稍早 保安稍早 在問的時候 我跟你說 我總之順 絕對要問你 兼顧我的問題 你到現在我們沒有準備 你難道 你自己的 衛生 衛生的業務 你都沒有出場 都沒有出場 來 不然你現在知道什麼所謂 你跟我說 我跟議員報告是 101年到現在的數字 我們大概了解到是說 最主要是說 在103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這幾年 102年是 我們有75位 登格熱確診病例 但是到了 103年的話 我們有 14990個病例 這樣是幾倍 這樣是幾倍的成長 所以 你有認同嗎 本是說 我們高雄市是 宜居城市 對著 登格熱對著 房子是宜居城市 你有認同嗎 跟議員報告 跟議員報告 因為對於 從102年到103年 從70個 確定病例 到變成14999 這裡面其實很多個因素 那我們了解到的是說 包括 從全球暖化到整個 一個 移居 或者 那個 國際移動的狀況 等等 這些都是一個 一個因素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陽性水溝出現的情況 也是一個 道成我們說 在 從 102年70例 在同樣的一個 防治方式 同樣的一個 關注的情況下 但是 確實 所以 我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 預計今年 我們的案例數 會大家幾個 跟議員報告 如果跟去年同期比較 我們今年的4月跟5月 跟去年4月跟5月比較起來 去年的4月跟5月 那我們總共在高雄市有23個 確診病例 那有185個通報病例 那 在今年的話 我們4月到5月 我們是一位 確診病例 那我們 因為 呃 大家對登革熱 一個疫情的一個 一個敏感度 我們有350位通報病例 所以到目前為止 呃 如果比較於我們的 其他的像新加坡的話 我們是在一個比較 所以 您先問的是 你預估今年 會幾顆 抱歉 呃 跟議員報告 我們目前並沒有一個 預測的模式存在 所以這個地方 會比較少嗎 我們希望要少 而且目前 會比較少嗎 我們認為一位會少 你有信心嗎 我目前的數字認為有信心 我們今年到現在 因為登革熱死亡的人數有多少 在今年初有四位 四位 你有信心 從現在開始 零發生嗎 跟議員報告 登革熱的一個 有信心嗎 我們要努力做到 來我請教你一個問題 去年喔 去年喔 有一個東西 在五金棚喔 大麥山賣了做暢銷是什麼東西 呃 我了解的是一個 人家稱為養生交代的 是要布的類似那樣的東西 養生交代 你敢有看過 敢有用過 我有看過 有耶 要怎麼用 那個我們市民 你敢知道 那個賣到 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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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的連鎖 金瓶百貨都賣賣 你有看到嗎 這是 剛才整個台灣 只有高峰期 有這個狀況而已 整個台灣啊 去年台南 兩萬多例 也沒有這個 怪異的現象啊 為什麼 可鄉會變成這樣呢 來 教長請你回答 跟議員報告 幾個 重要的因素 包括我們的全球 剛剛報告的全球的暖化 然後包括說我們的一個 國際 包括旅遊 或是移工的情況的一個增加 還有市場報告說 在我們整個都市的環境的改變 剛剛講到 在 剛剛議員講到的95年96年那時候 其實我們的陽性水溝率非常低 但是到了去年 我們陽性水溝率高達40% 所以我們是一個在整個 這樣說了 就對了 您去年齁 中央報告多少 在高雄市政府 對抵本格 跟遠報 在衛生局的部分是9千多萬 所以大概差不多要跟一個 對嗎 你覺得去年的成效好嗎 去年的成效我們不滿意 滿意還不滿意 不滿意 你自己打幾分 抱歉 因為我 去年來中央報告 剛好去年什麼 你又打不滿意 這問 你覺得今年中央要報告 我們高雄市 多少經費 你怎麼做得滿意 多少 你跟我說要報告多少 所有的補助都是 申請都是透過 滾動式的修正 我們的一個疫情的方式 我知道 我知道你們很認真 你們很專業 但是 我們社團現在請教你的 自去年 中央報告也好 或是你們自己辦的 他算了 加起來 全部有七千幾萬 我問你自己做得滿意嗎 你回答沒有滿意 這樣沒有滿意的狀況是嗎 今年要多少醫生 你才可以做得滿意 跟委員報告 目前我們提出的預算數 在衛生局的部分 在市府跟中央加起來 是我們大概約約 估計是六千萬 那這裡面其實包括說 我們今年在整個 整合式的 燈和熱房子的醫療 模式裡面的改變 你沒有回答沒有 你回那時候還會關槍關掉 你請坐 市長也真的請教你 去年喔 中央報告這麼多的經費 結果我們的 有時候教長說 他沒有滿意 做得我們沒有滿意 是不是 來請教市長一下 你感覺我們去年做得好嗎 今年 我們有 那個心心驚伯阿公 讓我們的登革熱案例數 可以迅速下降 包含到我們 因為登革熱而死亡的案例數 從現在開始 是零發生 零成長嗎 市長請回答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李議員 登革熱的因素很多 那今天全球暖化 那北回歸線以南 我們我們這麼熱帶地區 確實就會面對這麼嚴峻的問題 去年到今年都很熱 很熱 我是覺得我在這裡一個所需 給李議員做參考 巴西跟黨維基 市長 市長還要對香港的 是我們高雄市要怎麼做 因為 我們是有經驗的 我們是有經驗的三市 因為我們不是第一檔發生 所以我們今年市長你有巴厚 讓我們今年登革熱案例數下降 我們現在正在努力 我們高雄市政府 第一個 我們希望這個快速的篩選 快速的檢驗 市長你都知道去年登革熱案例數有多少 一萬九千幾 一萬九千多例 死亡人數是多少你知道嗎 大概一百萬一的人 一百萬一的人 那都是中高年 你覺得今年要多少 你覺得如何 我想我們任何一個市民的死亡 對我們來講 我們都是非常的不捨 但是今天有很多這樣登革熱 尤其是中高齡有多重疾病 這個部分 還要去讓媽媽頂到 市長我知道你做事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會盡量努力 在這個部分 減少 我們的所有市民的死亡力 市長也很知道你一向做事 都一定有定一個目標 讓我們這裡局處首長 來去共同 集成 所以現在請教你的問題 很具體的就是 你覺得 今年要感到多少的目標數 你會不會 所以你能預估年齡的目標是多少嗎 大家都在努力希望 但是現在氣候的變遷 現在才六 五個跌六個跌 市長 我覺得你回答不出來 所以你也認同本期剛剛講的 高雄市是移居城市 但是不是我們高雄市民 是針對 是給蚊子 蚊子的移居城市是嗎 我是認為 因為您到目前 雅興問了好多次 你都沒辦法具體的說出你的目標 你不能達成有效的一個環境 這在城市面臨的問題 我覺得李妍 你用這樣 大家唱衰高雄 對高雄沒有話 沒有要唱衰 我們比你還擔心 我們親自帶回家去做宣黨 這在城市面臨的問題 我們一起要去面對 我是認為這樣 好 謝謝市長 我想針對李議員剛才 針對我們高雄市的居住環境 他認為說 蚊子才是屬於 宜居城市是屬於蚊子的 不是屬於我們高雄人的 我想這一點要請市長 還有局處首長 在能夠針對這一塊 能夠多多下去做一下著墨 我想除了登格樂的案件 的案件數 一年比一年增加以外 高雄還有一些案件數 是每年比每年都還要多的 我想先來請教市長 市長你覺得高雄的提案好嗎 你覺得高雄的治安好不好 簡單回答 請市長回答 最近檢證署中央的發布 高雄市是六都之中 治安最好的城市 是好 那既然治安這麼的好 我們來看一下數據 而我不知道這麼小 大家看有沒有 這個是近幾年來 高雄市的刑事發生件數 包括高雄市的我們的犯罪人口率 還有破案率 其實這看起來幾乎年年 高雄市都是在後半端 有啦 今年一百零四年齁 有進步了 我想齁應該是我們的陳佳青 陳局長齁也是刑事出身的齁 所以讓高雄的刑事案件發生數齁 有降低的現象 這個我們很值得鼓勵齁 可惜我想要了解的就是 陳局長 你針對於後續 對於我們高雄的刑事案件發生數 還有我們的破案率 你有沒有什麼具體的做法 在今年能夠把它降到更低 陳局長請回答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 我現在又幫黃議員報告一個所需 古年一百零四年 雖然那個我們花那個犯罪率啊 是排第三名最低的 最低第三名 那今年一到四月已經是最低的 六度是最低的 給黃議員報告一個 那那個治安是長期的工作 不是短期的 那看比較長的 但是現在 我把幾個數字給議員做一個報告 毒品的部分 毒品是我們一個全國一個 局長 我現在只有問你這個問題而已 那個不要緊張先坐下來 先坐下來 我們還有其他的問題要問你嘛 謝謝 你這麼直接去回答我要問的問題 對不對 因為我看你 來啊先坐下來 先坐下來 還有啦我想針對標車的問題 來問一下局長 因為剛才其實局長 有說刑事案件數 今年一到四月已經降到 六度的最低了是不是 那就恭喜我們高雄市 治安有在進步 我想要來請教我們的局長 這是一百零三年一百零四年到今年年初 我們所破掉的飆車的績效 那也都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針對於車輛改裝跟我們的無照駕駛 有沒有發現一個很特別的數字 就是我們幾乎每一項 刑法公共危險 什麼 危險罪移送 還有危險駕駛 車輛改裝 無照駕駛 我們一百零三年跟一百零四年 都是成倍的成長 尤其最嚴重的是什麼 無照駕駛 成長了四倍 所以我想請教我們的陳局長 我們的飆車這麼嚴重 而且我們的暑假又快到了 對於這一點 你有沒有什麼可以 去跟我們高雄市民 去跟我們交代說 啊到底我們的飆車的問題未來要怎麼解決 陳局長 請回答 請局長回答 簡單就好了喔 那個飆車齁 最近一年多來 很多朋友都告訴我 奇怪都沒聽到飆車啊 啊這個數據是哪裡來的 這個數字是我整個飆車的一個策略而已 喔是這樣子喔 這是你們高雄市 市警察就提供的呢 不是對沒有錯 是我的策略其中 因為有這些數字抽取 才有辦法把這個飆車壓制下來 喔所以局長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把這個 這個假資料給我就對了是不是 我不是假資料 那這是真的資料嘛 那我不懂 我講的是 103年 你的策略 你說這個是策略的做法 結果我們的 無照駕駛量 我們的車輛改造更嚴重了 怎麼會是一個 什麼什麼叫策略呢 我在這裡可以向那個 黃議員做一個報告 那個飆車是二十幾年的 二三十年的高雄 治安的一個通 但是去年我帶領我們全體通人 我們通人的一個付出 我們終於把飆車 剷除了這個獨立 剷除了這個 在市長的一個指示下 我們全體通的一個努力 那這個剷除 你們可以去問我們的市民 還有沒有看到過去 那種上百步五六十步 呼銷而過的那個畫面 有沒有 絕對沒有 這個數字只是其中 我們策略其中的一個而已 現在只要有飆車 有飆車 頂多是兩三步四五步那一種 絕對沒有像以前那個畫面了 所有的朋友告訴我說 奇怪為什麼晚上 都沒有這種飆車組在出現 因為我們做到了 我要感謝我們通人的努力 這個是我們給市民的 一個治安的一個保證 這個就是所謂移基城市的一個 宣結條件 不會再擾民了 所以在這裡我要給議員報告 你不要看那個數據 你要看晚上 還有沒有這個大型的 那個飆車組出現 那個才是最重要的 你不要看這個數據 我們有快島部隊 抱怨我這個策略我不能講出來 哈哈哈哈 謝謝 但是我絕對可以給大家 保證絕對沒有那種 大型的飆車存在 這是我們 我們剛好是警察的 全體同仁的努力 也給市民的一個 治安的一個禮物 我同仁更認真 謝謝 謝謝 休息十分鐘